大家好,又来到一个月一次的星期六跑马时间 星期六跑马通常出现什么事? 多难门,非正式统计 星期六跑难门的机会是多过星期日几倍 大家都知道星期六的赛国通常是扭什么 扭了,扭有 这次这一场我真的挺拼搏 找了这几只马和大家去谈谈 这只马胆相对之中 乱之中应该是一个冷门的机会高一点 所以我就找他做胆 脚那方面也要留意一下 因为这一场我真的正算给大家 挺拼命的 大家真的落足眼力看看我选了什么马给你们 一齐去,希望刀仔鞋都带树 未去讲这场解释什么马之前 记住这几个步骤 留言、赞、分享我们的片段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钟仔,非常好 还有要做什么? 看看阿胆的贴士 事不宜迟 立刻去片看我这次介绍 什么冷门给大家 真的挺冷的 和大家看看这只美丽多型 在上次五班千四的表现 美丽多型是粉红色 黑色衣服 白色衣服 粉红色头罩 现在11号 差不多在尾那一只 就是一只美丽多型 拍着3号 黄色衣服 美丽多型 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马给大家呢? 其实看到这一场表现都在季内里面 叫做好的一次 以及 他的马后面追上来的场景 都挺厉害的 都追回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次 他熟习了上次的走势之后 这次有机会是可以 会有演出改善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其他不同的马 例如说 红中聂马 都会是其中 这个路程上 他的对手之一 就看到了 美丽多型 一直都是在尾那里 粉红色头罩那只 我觉得 赌明朗都骑得挺好的 在里面开始 找位子走上来 剩下300多位 这里就有少少 被人困了一条去路 但是不怕 前无去路 他都自己慢慢 可以找一条路走上来 其实就 都省下一些脚情 最后 虽然前面的魅力一丁 全程路通 那些就追上来 后竟好 但是他最后这段 冲上来 真的不是人敢笨 差一点 就可以 入到位置 这次你说的 博览碗冷胆 那里 这只马一定不会 很野飞 上次他都不是说 倍率很热 都有双位数字 这次我觉得 都是有机会 在这个路程上 给大家驚喜 我就找他做胆 好 这次博览碗除了 选了最轻榜中逸禮 的美丽多型之外 脚的方面 其实这几只 大家都可以参考 第一只 先选择重磅 就是1号 闪妙将神 今季在跑马地 都入过脚 在四班 就是1200 这次下班 跑1400 我觉得 始终 马来到这班次 分数 是有点 好 特数 和应该 开始会有表现 因为这些对手 都相对 没有四班 那么强 这次 我觉得 可能一落班 用天盘就会动手 记住 看着 喜偉心 最近都 守同几顺 大家都要留意 另一只 就是 要看着的 就是 步文的喜胜威龙 上一次 千六 王志宏 减十磅 有第三 这次 其实用大师傅 步文的 尺寸控制 会好一点 看看他 可不可以 凭着他的骑弓 就帮到他了 最后一只 我在 阿班顿的 红钟 列马 和班德里 英勇猴王 两只之间 来选择 因为这两只 都是外档马 不过 我觉得 相对上 英勇猴王 的 磅数 有点 124 红钟 列马 赢了之后 加了分 要揹到 133 以及 阿叶方和列马 赢了之后 大家 是否追下去 是另一件事 我真的觉得 这一场 就情愿 搏一只 是应该会有 赔率 以及 磅数 轻一点 因为始终 五班都是 乱斗乱的 看看 这次可不可以 开到 一些 难门 给大家 重复今次的心碎 就是 14号的美丽多型造胆拖 1号的闪妙将神 2号的喜胜威龙 以及班德丽的助騎 10号的英勇猴王 好夸当 阿鵬一样有好事给大家 星期六赛事 真的 大家要看着 兵空战力 兵方马联的情况之下 一起 杀出一条越路 赢爆马会